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书法的技法 审美 追求等等的一些规律的总结和论述 书法它作为一项艺术不仅仅是需要实践 也就是说用笔来写 另一方面也需要这种理论的加持 这些理论有一些是对于书法如何去写的一种指导 也有的是对于书法的一些审美倾向 从精神上的追求进行一些艺术上的升华 那么一提起理论我们就很容易投大 觉得过于的枯燥 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本期就挑一个书法理论中 比较有意思的张怀冠的书段来讲解 这个张怀冠的书段它作为有意思 是它给从古到今 当然是到张怀冠为止 历史上的书法家给他们进行分门别类的作词排行 这种排番位的行为自古以来都是人们非常喜欢的 它满足了人们对于自己追捧的一些艺术家也好 一些名人也好的一种遐想 特别符合人们勇强好胜的本性 在现在各种比如说运动员也好 明星也好 评选各种十大五十大等等的榜单 是不胜美举 引起的各种争议和话题 也带来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 那么张怀冠的书段 虽然它不是为了所谓的蹭热度 但是它给书法圈内进行了一个 分品排行本身这种达到的效果 也是非常好的 以至于后人 宋代也有人写了一本叙书段 也就是把张怀冠所包含的人以外 从唐至宋的一些书家也纳入了这个品级的排行 而除了他进行的这种排名以外 张怀冠的书段中 还对于他自己的学书理论知识进行了一下总结 对于学书和了解书法史 都有非常好的指导性意义 可以方便我们去认识和了解书法的一些本质的追求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张怀冠这个人 他是何如人也 张怀冠呢 他是唐代的开元年鉴的人 开元是唐玄宗的一个年号 本身他的生族年月是不祥的 而他做官呢 是到达了汉林院供奉 这个汉林院供奉是汉林院里边的一个官职 汉林院呢 是为具有艺能人士所供职的这么一个机构 汉林院里的官员呢 就称为汉林 而汉林呢 分为两种 一种叫汉林学士 另一种是汉林供奉 汉林学士呢 他供职于汉林学士院 而汉林供奉呢 就供职于汉林院 汉林供奉呢 他没有什么实权 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 比如说 中国国家书画院的这种专职艺术家 像我们熟悉的诗人李白 他也曾经是供职于汉林院 因为李白他非常有政治抱负 所以呢 这个没有实权的差事呢 也让他觉得是怀才不遇 张怀冠本人呢 他的书法据传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没有留下证据 今天是看不到张怀冠本人的 留下的笔记的 而宋代有一位朱长文 他所住了一个 他所住的这个墨池边里面 说张怀冠是 高字首饰为其正行 可比于储 草语读不于数百年间 说他证书 堪比于世难储遂良 而草书呢 在前后数百年间 都无人可以匹敌 这个对于他的评价 是非常的高的 但是呢 鉴于我们今天呢 没有一技可考 所以呢 至于他真的是 如他所说的这么厉害 还是他纯粹的商业吹捧呢 这个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了 但是呢 张怀冠他所做的理论研究呢 是有非常明确的记载的 像我右边列决的这些 都是他的理论注数 比较著名的有书役书段 文字论 六体书论 五弦能书录等等 从他留下这么多的书法论述中呢 我们也能看出来 我们也能推断出来 他本人的书法水平 应该是至少不低的 否则呢 如果你连字都写不好 还各种忽乱的品头论足 大概即使是当时人 也没有几个会相信他 胡说八道 所以他能留下这么多的论述呢 说明当时对他还是很信服 那也间接的能反映出 他本人的书法水平 应该至少是不低的 那除了书法以外呢 张怀冠他的这个研究书法的路数呢 是很多从文字学入手 因为他本身对于文字学 也是非常精通 他所著述的这个文字论中 对于文字的历史和发展 以及和书法的关系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讨论 他的各种书法史的论述中呢 对于书法的历史 书学的原理 书法的创作批评 乃至各种书体 各种技法 都有非常专门 非常详尽的研究 他的书论呢 非常成体系化 而且呢 他的理论思辨 也非常的具有气势 跟大唐当时圣唐的气象 是非常吻合的 也能非常好的反映出 当时中国书法史的一个 鼎盛的面貌和气象 好 简单了解了一下张怀冠的本人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所著述的这个书段的基本内容 书段呢 总的来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一个序 这个序呢 它简述了书法和文字的发展 以及它们的重要意义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书法 为什么要去熟悉 古文字的发展 流遍 从而为什么要形成书段这么一部书 而卷上呢 它把书法分为了古文 大传 咒文 小传 八分 隶书 张草 行书 飞白草 书 这十种书体 可以看出呢 它对于书体的划分还是非常详细的 把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很多书体呢 都进行了一个细分 那比如说传书 而像这里边他提到的这个隶书 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砍书 而八分其实是现在我们理解中的这个隶书 而另外这个飞白书是现在可以说是已经失传的一个书体 所以说呢 它这本书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也是对于我们有一定的意义 在卷上中呢 它把这十个书体分别叙述它们的原流 并且做了一个赞 这个所谓的赞呢 就是一种总结和评论 最后呢 对这十个书体再进行一个总结 形成一个总论 而卷中和卷下也就是这个书段最著名的一大部分 是它分神妙能这三品 前列姓名后为小传 传中附录又三十八人 起技术颇强评论一云 它把历史上著名的书家 按照神品妙品能品分成了三个级别 对它们分别进行一个简要的阐述 这个分类呢 那一来是可以方便我们了解书法史 二来呢 这个神妙能 其实它这个分品的方式啊 也是非常有意思 它并不是简单的把它称为上中下 而是呢 给上中下等于分别又起了个名字 丰富了每一个品级 每一个层次 它的内涵 比如说上品的 它就认为这个是这些人的书法写出了冯神 而中品呢 它认为这些人的书法呢 是非常精妙的 而下品呢 至少从技能或者说技法上 给予他们肯定 所以仅仅从这个分品级的名字来 也能看出它对于书法审美的这么一种天好和观点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从它的序言入手 来看一看张怀冠 他对于书法史的一个总书 这个书段的序言呢 大致是分为六段 第一段呢 它看起来是非常 它的其实 它的写作的词早非常华丽 看起来呢 是非常的拮据熬牙 但实际上呢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 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第一段上来呢 它讲 喜袍七世 画挂以立像 轩辕是造字以社教 至于遥顺之士则幻乎有文章 这就是从上古开始讲起 讲文字的发展和由来 最开始呢 陶西世 其实也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福西 福西呢 是三皇五帝的三皇之一 其实关于三皇五帝有各种说法 但是呢 基本上每种说法都离不开福西和神龙 福西比较著名的 传说中的功绩呢 就是创造了八卦以及文字 也被称为是人文始祖 有一种说法呢 说福西就是这个盘古开天地中的这个盘古 也能看出福西就是一个上古的神明 后面 宣元是造字以社教 宣元也就是皇帝 他是史记中记载的五帝之首 因为呢 宣元手下的这个史官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苍结造字的这个苍结 所以呢 他在这里说宣元是造字 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以社教呢 因为造字之后呢 就可以发展教育 传播文化 到了姚顺呢 幻乎有文章 字面意思当然是指焕发出非常大的活力 文章著作等身 而在这里呢 其实是一个论语中的 论语中的原句 在论语 太博 之中呢 称赞姚军 为幻乎其有文章 其实呢 他是特指 姚所建立的这个礼仪制度 当然了 这个礼仪制度 它的载体是文章 当然了 也就可以作为是文字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而后呢 圣于商周 背负秦汉 故夫所有缘已 于是文字 后来呢 在商周 又发展 胜 壮大 到了秦汉呢 基本上已经比较完备了 因此呢 文字的发展来源 是非常久远的 而文章之为用 必假乎书 书之为证 其合乎道 故能发挥文者 莫过于书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说 文章呢 它必须要通过书写 这样一个载体 才能发挥出 它大道的作用 若乃思贤者于千载 揽成绩于奸俭 这个字念左 念奸 和它右半部分的读音是一样的 揽成绩于奸俭 意思呢 就是从古籍 因为古籍都是写在 涓博或者是简读上面的 兼也就是斯 指的是这个 涓博 而简呢 当然指的就是简读 我们观看 先贤 哲人他们 千载千年以来 的这种大智慧 都记载于 兼简之上 谋游在敌 做事 灿然 这字念敌 它是 相见的意思 看到古贤的遗迹 能够一窥 其当年 各种雄才伪劣 功绩 能够流传百代 体现出呢 文字记载 对于承载历史 传承精神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呢 身处一方的人 可以通过文字 来抒发自己的志气 达到与古人对话 是多么大的一件乐事 这个里边的 这个字 念作 福 它是古代礼服上 绣的黑白相间的花纹的意思 所以呢 这第一段的总述 就是把文字的发展源 发展源流 简述了一遍 并且呢 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 当然就是唐朝了 能够看到千年以来流传 几千年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古迹 能够体会到 古人他们当年的雄姿鹰发 是一件 无比的姓氏 接下来呢 又开始比较详细的来阐述这个文字发展的各种阶段的样子 而其初之微也 一直到一浩然鱼润色 前面呢 都是在讲文字的初始阶段 他用了各种非常玄妙的语句 表达了意思呢 大概就是文字 在开始的时候 它是有一种非常自然的原始美感 可谓是 西天地之灵气 日月之精华 能够在书者的这个笔墨之间啊 体现出所书者的风神 以及浩然的正气 可以说呢 在这个阶段 书者他们所追求的呢 还是一种崇尚自然的美感 而到后来呢 而其中之章也 到了文字比较成熟的这个阶段呢 字的美感就体现的更加明显了 笔端的墨 有更多的神奇的表现 它这里呢 用了非常多连续的词枣进行铺陈 比如说有飞腾的光 喷涌的拳 微风的石头 龙腾凤舞 电光闪烁等等等等 这里呢 也有几个字是比较生僻的 稍微标注一下 比如说这里 这个字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简体字的简 这两个字都念护 都是和这个字同音 他们呢 都是表示闪烁闪耀 火热这么一种状态 还有这个字是 念作柱 和这个柱同音 表示高飞 龙腾凤主 凤主大概相当于是龙腾凤舞的意思 最后总结到 信足以张皇当事鬼犯后人矣 书法的成就足以能够在当事显耀 而起到教育后事的作用 再往下 从智若折毛损骨 一直到 一直到知进知退之行也 在这里呢 就是用更多的更细致的比喻来笔来描述 呼嚎用笔的各种方法各种形态和状态 这个折字 它指的就是纳笔的笔法 在这里呢 他把各种笔法比作忠臣孝子 贤折 可见呢 从笔法中是能够透露出这个人他的思想精神 和他的人生状态的 故其发迹多端 触遍成态 或分封各让 或合适交亲 亦有五常与五行 虽相克而相生 亦相反而相成 其物类只能相闲 实则微妙而难明 这里面呢 他就总结了各种笔法 笔迹 变化多端 但是呢 虽然它有各种的变化 但是呢 它有非常多的规律 这个规律 所以总结来说呢 就是与五常和五行相合 而五行呢 自然讲究的就是相生相克 相复相成 实在是妙不可言 而诗经中呢 有一句叫做 中古亲亲 古色古琴 生庆同音 是之未也 它在这里呢 把用笔的这种波端 微妙的变化 和诗经中 对于各种乐器的配合变化 进行了一个类比 我们知道乐器的各种变化 它都是在乐谱中 有一定的规律进行的 并且呢 它多种乐器 看似繁杂 但是组合在一起呢 非常和谐 就像书法 它笔画虽然可能很繁复 但是最后一定要非常和谐的 形成字法 章法 才能形成一幅和谐的书法作品 使徒观者 玩技探情 寻游查遍 运思无以 不知其然 让这个研究者 能够 无穷无尽的 仔细钻研 并且呢 不论研究到什么程度 都是意犹未尽的感觉 龟宝营主 做起东山之府 明珠要掌 顿清南海之姿 这个字啊 就是我们现在 龟宝的这个龟 这句话的意思呢 就是喜爱这个书法的人呢 趋之若鹜 甚至呢 有的不惜倾尽加资 来求索善品 若非福妙之智者 何以祭祀 如果不是 这个作品真的美妙至极 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且其学者查笔规模 采其玄妙 既由心腹暗以慕成 从这段开始一直到 又可怪异 前半部分呢 就是在说 学书者自古以来 出现的普遍问题 比如说 或笔下始思 困于顿治 或不思而治 百于脱略 这个呢 就是讲下笔和思考之间的关系 有的人呢 开始下笔了 才开始想 这个字 这个笔画到底该怎么写 于是呢 就困于顿治 所以呢 下笔之后呢 就非常犹豫 笔画呢 也显得呆滞 那有的人呢 压根就不想 就开始下笔 于是呢 就败于脱略 不得法度 然后呢 就是心和手之间的关系 有的人 有的时候呢 心不能受之于手 手不能受之于心 虽自己而渴求 终咬芒而无惑 又可怪异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常说的 不能够心手相应 最后呢 不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而理想的状况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 易与灵通 笔与明运 神将化合 便出无方 就是心和意 能够合为一体 那么当然就 神将化合 便出无方 手下的笔 就能够写出 变化无穷的效果 而这个效果有多么的厉害呢 后面进行了两个比喻 一个是叫 所以龙伯妾敖之勇 不能量其力 龙伯妾敖 这个呢 是一个典故 也是一个成语 叫做 普遍的说法 叫龙伯吊敖 这个妾 我们都知道 提纲妾灵 提纲妾灵里面 妾就是提起来的意思 而也就是和这个吊 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 龙伯吊敖呢 是一个神话传说 龙伯是古代传说中的 一个国名 这个成语呢 也就是比喻 一个非凡的壮举 龙伯能够调出神敖 所以龙伯之勇 不能量其力 即便是龙伯吊敖 这样的勇力 都不能来衡量他的力量 雄徒应路之地 雄徒应路 雄徒应路 雄徒当然就是指的 非常有图谋 非常有远大报复 而应路呢 这个应该算是一种 封建迷信 指的是顺应扶命 什么叫顺应扶命呢 就是古代帝王 是把扶命当作一种 吉兆 叫做天赐扶命之书 他把这种顺应扶命 看作是一个成为 伟大帝王的 一个重要的条件 而雄徒应路 也就是既有天时 又有人力 这样的一个帝王 都不能意气高 都压不住他的高深 可见他的力量之强大 功力之高深 优思入于豪间 意气谜于雨内 鬼出神入 追须不微 则非 言相全体所能存亡也 从细节上来看呢 他的优思入于豪间 就是精细到极致 而从宏观上看呢 他意气又迷于雨内 能够充满整个宇宙 鬼出神入 追须不微 这个也可以说是 张怀冠对于书法家 一种境界的要求 或者是追求 则非言相全体所能存亡也 言相全体呢 这里面呢 也涉及到一些典故 言相 指的是言词 他所留下的一些迹象 在三国时期呢 魏国的王毕 他进一步诠释 这个言和相的关系的时候呢 就提到说 故言者所以名相 得相而望言 相者所以存亦 得亦而望相 相呢 就是指艺术作品中 它具有形的描写 而言同样是 作为得亦的一种手段 而全体呢 这个典故 来自于庄子中 庄子说 权者所以在于 得亦而望权 提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望提 意思是说啊 这个权 就是捕鱼的工具 而提呢 就是捕兔的网子 我们用这个权来捕鱼 因此呢 得到鱼之后 也就可以不需要权了 而提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望提 提的目的是在于捕兔 那么我们已经捕到兔子之后 提就没有用了 权提 只是我们去得到鱼和兔的一个工具 鱼这种达到目的的手段 在得到了鱼和兔之后 就可以忘掉权和提了 所以呢 我们普遍的观念是认为 权提也好 言相也好 都是作为我们去追求真理的过程中的手段和工具 那如果追求到了真理之后 这些所谓的工具 也就不重要了 那么如果你简单的类比来说呢 文章所要表达的意思 也就是那个真理 而文章的文字 书法等等本身 就是那个工具 那是否我们就可以认为 只要传情达义的目的达到了 也就是义能够表达清楚之后 言和像 这个工具就像权和提一样 没有存在意义了呢 张怀冠在这里就进行了 就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否定回答 非言相权提所能存亡也 不像言相权提 我们传统理解那样可以去掉 因为这个功用和手段 它在它的本身也是表意的一部分 所以张怀冠的整个思想呢 就是在于说 书法所创造出来的这个意象 这个形象 它本身就是来传达神的 它和神本身并不能分开 一分为二进行讨论 接下来 福幼童而守一意 白守而后能言 故不可视才要实 以为帅而可知也 解知之不易得知有难 千有余年数人而已 书法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技艺 不可以呢 视才傲物 知道他不易得知 知之不易得知有难 在几千年以来 只有那么几个人 在书法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堂 而后面呢 西之评者 他就是总结了 过往书论中的各种乱象 像金不带骨 至于丑颜 推查私侠 忘增语义 等等 都是之前很多论书者 所犯的一些错误 因此呢 他在这里 怀冠智弼于盟 实非通勉 成仙人之遗训 或记录万一 这与山仪服役 羊雀古今 拔狐一之根 解分如之结 考穷乖谬 敢无隐于西弦 探索优微 数不欺于悬降 这个字念作山 它是除草的意思 山仪服役 也就是去掉不好的内容 羊雀古今 羊雀指的是 大略举其大概 简明额要的 进行一个论述 这个字念如 分如之结 就是指 纷繁错乱的之结 和上面的这个 胡疑之根 是并列的关系 这段呢 就是说 他写这篇书论 整体的目的呢 就是要 就是要除去 以往的书论中 那些错误的概念 被人们答疑解惑 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最后呢 进行一下总结 自从皇帝 史咒 苍结 等等 有三千二百多年 渊远流长 形成了十种书体 接下来呢 就会把它们 分别进行一个介绍 并且呢 分成三品 进行优劣的排比 进续其原流之意 主持赞一论 给每个书体 写一个赞 最后进行一个总论 叫其优劣之差 为神庙能三品 人为一传 亦有随时父者 通为一平 就其脏痞 分为上中下三卷 这些呢 就是后面 他上中下三卷中 具体的内容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形成书段 这么一本书 目录如此 书 如流 君子 知小学 亦无焉 希望各种儒家 名流 君子 也能够知道了解 并且在小学 小学 在古文中呢 就是指文字学 书法 等等 它是相对于 古文这个大道而言的 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在这个小学上 去瞎功夫 做一点研究 致力于 把它也精通 以上呢 就是续文的全部内容 那么看完这个续文呢 我们对于张氏 他整体的书法的观念 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 他对于各种书体的描述 以及他对于书家的各种评价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书段这篇文章 他的正文部分 首先呢 就是卷上 在这一卷中 张怀冠他列举了 一共十种书体 每种书体 他的作者 也就是 我们认为的开创者 另外呢 对于每种书体 他对这种书体的源流 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考证与分析 并且在最后呢 给每个书体都写了一篇赞 在介绍完这种十种书体之后呢 他还写了一篇总论 这篇论呢 拜述了各个书体 以及张怀冠 对于书法整体 它的起源发展的一些整体认知 第一个书体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古文 他上来说啊 结首四目 同于神明 阳观窥星区 圆区之事 复查归文鸟记之相 博彩众美 合而为字 时约古文 这个古文呢 介绍呢 就是由苍结所造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苍结造字的苍结 他引援引了孝经中的 原神器中的原文 这段原文呢 他其实主要的时候就是讲解了 所谓文与字 再接下来与书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所谓的文呢 也就是 他是这么讲的 这个所谓的文字啊 其实是一个总论而言的 如果要理解它的具体意义呢 要把它分开来看 所谓的文呢 就是最早最原始的 这个文的字的来源也是 它其实指的就是 所那些象形的文理 也就是最基本的组成元素 我们称它为文 而由文所衍生出来的 以形生 会议等等方法 所造出来的那些字呢 就称为是字 而字呢 就比文的种类要丰富多很多了 把这些文和字 把它们写在竹简博书上之后呢 就称之为书 而书 它就起到了一些 继续 记住的作用 用来记录过往的事件 记录名人名言等等 再之后呢 在周易和春秋之中 书进一步发展 它的其中一个应用 就是所谓的书器 而这个书器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 所相立的这种约定 跟文说 弃义事也 也就是人与人之间 所建立的这种誓言的关系 而诸侯之间的约定的 约定的信 就成为是 再之后在春秋中 这个信誓之言 成为了盟的起源 盟 也就是我们现在 所知的联盟结盟 也就是君臣之间 所制定的契约 就称之为盟 苦福 其实就是一个 弃和盟的一个符号 一个把它实物化的一个产物 就是君和臣 各执其中一半 如果两个人的这个符能够对上 那么就可以调动千军万马 因此呢 张怀冠总结了一下古文的整体发展 就是从皇帝开始 有他的源头 并且呢 经过尧顺 把他发言光大 后面一直到夏商周 各种君王对他进行了 对他发挥了非常大的重要的意义 到了秦 开始用小传 并且我们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 古文从那个时候就绝迹了 但之后呢 好在从汉朝开始 人们呢 又进行了各种的 所谓的考古活动 比如说 在汉文帝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古文的上书 后来呢 又陆续发现各种之前被隐藏的古文 到了秦朝 有一个人叫做佛彪 这个人呢 他其实目的是盗墓 他盗了一个为安离王的墓 但是呢 无意间发现了大量的古文 这个也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 这个几种书的来源 正是因为这个发现呢 我们才得以看到很多 上古六书的本来面目 随后呢 张怀冠对于古文的赞 是这样说的 他说 苗苗苍宫 轩辕之时 创制文字 代彼省礼 灿若星辰 欲为刚迹 千灵万类 如掌私事 生人圣德 莫思之美 神章灵天 自自而起 也是充满了浪漫的神话色彩 古文之后 下一种书题就是大传 大传他的提纲窃领的描述呢 就是始变古文 或同或异 为之为传 他从古文来 对他呢 有一些保留 也有一些改变 并且呢 无穷无尽的变化 而大传的创作者呢 是史咒 他是周宣王的太史 有一种说法呢 也说他是祝夏史 这个祝夏史也是秦代的一个官名 他就相当于是汉以后的御史 因为他常常势力在殿柱的下面 因此也因此得到了祝夏史这么一个名字 在王莽篡汉的时代 有一个人叫做真锋 他曾经定六书 也就是呢 他规定了 或者说他定义了六种书体 那其中呢 第三种 叫做传书 其实就是在张怀冠这个年代 他所谓的大传 他的六书分别是这样定义的 第一个叫做古文 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古文 第二个叫做旗字 其实呢 是古文的一种变体 第三种是传书 也就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大传 第四种是左书 这个左书呢 其实是我们后面提到的秦力 也就是秦代那个时候 形成的一种正书 他的面貌 我们在之前讲座中 曾经介绍过秦代的一些主简 比如说说虎帝秦简 其实就是属于这种书体 在《汉书一文志》这篇文章中呢 说史咒十五篇 记载了史咒创至大传的这个过程 那么张怀冠对于大赞的赞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第三种书体就是咒文 咒文呢 张怀冠的考证认为 它同样是史咒所作 与古文呢 与古文以及大传小义 也就是说区别不大 后人呢 因为史咒的名字 所以称它为咒文 对于咒文呢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个很有名的史谷文 就是所谓咒文的这种形式 当然我们现在普遍理解 把咒文和大传这两个词 基本上是相互通用了 张怀冠的赞说 体相浊然 书金一股 落落诸玉 飘飘英足 苍结之四 小传之足 以名称书 一记十古 这个字面意思也比较好理解 接下来就是小传 小传的作者比较出名 就是秦朝的宰相李斯 他是在大传和咒文的基础之上 把文字进行了规范和减省 创造了小传 同时因为是秦朝人 所以也称之为秦传 那么张怀冠对他的评价 是思虽草创 虽造其极矣 也就是说 虽然草创 也就是初创 他是第一个创造这种书体的人 但是呢 他的水平已经达到了 登峰造极的地步 创里面也引用了 蔡庸的小传 小传 里面对于小传 他的形态 样貌 进行了极其华丽的描写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仔细去读一下 我们在这里就 不花时间去讨论了 小传的传 说的是礼君创法 神律精威 铁为肢体 求作参飞 这个求和求龙 这个求是一个字 参飞就是马车的意思 江海渺漫 山月巍巍 长风万里 鸾凤鱼飞 接下来的书体是八分 八分这个词呢 我们现在在讨论书体的时候呢 不是非常常用 但实际上呢 在我们金人的这个分类方法中 他基本上被认为是隶书的其中一种 张怀冠认为他是王次仲所作 关于这王次仲呢 张怀冠在这里做了非常多的考证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给大家讲一讲 他关于王次仲的各种传说 这个八分者 他说八分者是秦与上 秦与人 上古 王次仲所作 秦就是秦代 与人 这个基本上大家可以理解为是仙人 长着羽毛的人 长着翅膀的人 大概是可以这么理解 上古是一个地名 这个地方呢 在今天的北京和河北省张家口的交界处 那个地方附近 王次仲呢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在这里 张怀冠认为他是秦代人 而也有其他的一些说法呢 认为他 有的人认为他是西汉人 也有的地方认为他是东汉人 八分这种书体 刚才说 它是我们今天认知中立书的一种 之所以称它为八分呢 是因为这种字的体式 比较向外张开 就像这个八字一样 它是往外放的一种字法 所以呢 叫做八分 张怀冠举例说 比如说王岸 他认为王次仲 是在 是建初人 建初呢 也是东汉的一个年号 而萧子良 说认为 王次仲 是东汉 林帝十七人 那他们俩都认为王次仲是东汉人 而他夜举的另一个点集就比较有意思了 是一篇叫做《续仙记》 顾名思义 他是讲各种所谓的神仙的一篇文章 他说呢 王次仲是上古人 这里他写的上古是这个上古 和刚才这个地名的上古是不太一样的 说他是远古 上古时期的人 少有益智 少年的时候就有非常远大的志向 在年未若冠 也就是没有到二十岁的时候 就变苍结书为金历书 他就是把苍结书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古文字 给他进行改变 成为了今天的历书 而始皇时 在秦始皇的时候 秦始皇呢 就想要召见 录用这个王次仲 于是呢 派人去 派人去招他做官 但是呢 三争不治 也就是多次请他去 他都没有去 于是呢 始皇大怒 坐了一个 坐了球车 想把他压解来 但是呢 没想到他在道路上 化为了一只大鸟 飞出了栏杆外面 并且呢 一飞冲天 一直落在西山附近 这个西山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 北京年庆附近 因为他变成了一只大鸟 于是呢 他把两只翅膀 分别落在山上 这两只翅膀 就幻化成了 今天的大河山 小河山 这个河就是这个字 就是翅膀的意思 这个大河山 小河山呢 就是今天 北京延庆附近的 两座山 在山上立词 水汉祈福 变成了这座山上的神明 保佑着 这附近的 一方水土 另外呢 在另一本书 《未土地记》中 也正 也记载着一个类似的 这样的神话传说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后汉 也就是东汉时期 有另一位王次仲 他是上古太守 但并不是上古人 所以呢 就导致 之前我们说到的 有的人认为 是东汉时期的 王次仲 创造了八分书 形成了之前的 这种误解 关于八分的赞呢 张怀冠说到 下一个书题 就是我们今天 非常熟悉的一个名称 叫做历书 但是呢 实际上 在唐代所理解的历书 和今天的理解 也是稍微有一些偏差的 我们能从 张怀冠的描述中看出来 首先呢 他认为历书是 秦下归人承描所作 从这个时代就能看出来 他认为历书在秦朝就有了 那这个本身呢 其实和我们今天的理解 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我们能看到 比如说这个是秦简 就是所谓当时 秦代历书的面貌 他还说到呢 八分则小传之节 历亦八分之节 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八分书 是小传减省之后的产物 而历就是八分再次简化之后的产物 但是呢 我们通读了这个张怀冠的书段之后呢 就会发现 他在这里边 十种书体并没有提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凯书 这个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下 所谓的凯书 其实是包含在他这个所讲的历书之中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单文 他没有单独把凯书当作一种书体 并且呢 他前面提到历亦八分之节 历书是八分 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一种历书的简化 这种说法 和我们现在所理解 凯书是历书的一种简化 比较相符合了 到这里呢 通过他之前的这几种比较远古的书体的分类 我们呢 也能大概的看出来 在唐朝那个时候 对于书体的分类和现在是有比较大区别的 比如说大传和咒文 他单独分成了两类 而对于历书和凯书 他的分类 也和现在我们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 接下来是张曹 他的创始人是汉代的黄门令 黄门令史史尤 比较标志性的呢 就是这个吉旧章 吉旧章呢 我们至今也能看到一些后人 比如说明代的宋克所写的作品 吉旧章他按照张怀冠的说法 就叫解散立体 汉俗减舵 见以行之 他把历书的体式给他打散 让他更加的快速 更加的方便书写 于是呢 得到了比较好的推广 他还讲到说 张曹之书字字区别 历书及历书之节 所谓的字字区别呢 其实是针对张曹与金曹的区别而言的 张曹呢 每个字和每个字都是分开的 而金曹呢 就形成了字与字之间的连带 历书之节 也就是张曹 是由历书 把它写快 写活 而形成的一种书体 张怀冠在这个章节中呢 他画非常多的笔墨来 区分了张曹和金曹的一些发展 顺便也提到了后面金曹的一些事情 我们在金曹那个地方再去详细的说 另外呢 他还博斥了一些关于张曹的创始者的一些说法 因为有一些说法呢 认为张曹的创始人是杜曹 也就是杜曹 这个我们在之前讲书法史的时候 也提到过 他也是非常擅长张曹 但是呢 由于张曹 由于杜曹在史游之后 大概一百多年 并且呢 有一些证据已经证明 在史游那个年代 就已经创造了张曹 所以呢 说杜曹是张曹的创始人这种说法 在张淮冠看来是有很大问题的 张曹的赞 说的是 石游至草 史无极旧 宛若回鸾 英如武秀 池回千茧 世欲飞透 孵华垂时 齿毒尤其 并攻昔日 学者为夷 非常适合学者的一种书体 张曹之后是行书 行书他认为创始人是 后汉 尹川的刘德生 尹川呢 在今天的河南省境内 而刘德生呢 是东汉时期 环陵帝时期的一名书法家 关于行书的由来呢 他认为是证书之小尾 证书 对他进行了一个 比较小的变化 而形成的 物从简易 相见流行 故味之行书 把证书写得更加简易一点 更加流动性强 于是称为行书 在行书这里面呢 他介绍了几位代表人物 比如说 像中游中原长 在后面 就是我们更熟知的 王羲之王献之 西献父子 对于这两位呢 他给了一个这样的评价 说 若意气纵横 则西献于献 若三句礼乐 则献不计献 用我们比较通俗的话来说呢 就是 王献之 他从气度非凡 和挥洒自如这方面呢 要强于王羲之 而相对来说呢 王羲之则更加的高贵 典雅 雍容大度一些 张怀冠对于王献之 还是比较推崇的 我们知道唐代 其实对于 我们知道唐代 其实普遍的风尚是 推西异县 但是呢 他认为 虽诸家之法悉疏 美家的法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子敬最为求拔 他认为王献之的书法 最为的求敬 挺拔 另外呢 他还提到了 另一位擅长行书的书家 叫做胡昭 他也是东汉末年 到三国时期的人物 他流传到 今天的一些记录并不多 比较值得一提的呢 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司马懿的老师 他本人呢 是一个隐士 所以呢 关于他的记载 留到现在的也是非常少了 关于行书的赞 是 这里面的中胡就指的是 中游和胡昭 接下来 非白这种书体 是到现在几乎已经失传的一种书体 它是厚瀚左中郎将蔡庸所作 非白这种书体呢 他都用在宫殿 提鼠 所以呢 他的尺图非常大 原文叫做 世纪净杖 甚至能够达到一杖左右的大小 自宜轻微不满 名为非白 那么提到非白这个词呢 我们现在用他形容呢 就是那种 枯笔快速刷过的那种效果 那他作为一种书体呢 自然也是需要体现出这种轻微 不满 不满 就是说墨不是 墨不是非常饱满 留白的这种效果 他虽然创于八分 就是说他是由八分这种隶书而游来的 但是呢 穷微于小传 需要从小传之中提取非常多的内容 暂约 妙哉非白 组字八分 由美君子 润色斯文 思营见机电绕雪分 浅如流雾 浓若屯云 举众仙之意义 五群鹤之纷纷 随其谈思 鱼系蔡君 我们虽然现在看不到 飞白的很多真实一手的传世资料 但是呢 从各种记载来看 飞白应该是一种非常具有艺术性 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一种书体 给我们能够留下非常大的遐想的空间 最后一种书体是草书 它是厚瀚争士张伯英所造 所谓的争士呢 就是学型非常高 但是呢 又没有出世 没有出来做官的隐士的一种说法 张伯英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张之 也就是草圣 他自伯英 所以称为张伯英 关于草书呢 张怀冠在这里边 提到了一个他并不认同的说法 我们知道有一个典故叫 风火戏诸侯 有一种说法 是梁武帝的草书状中 提到说 蔡庸说 这个是多重引用 张怀冠说 梁武帝的草书状中 说蔡庸说 在秦朝的时候 诸侯纷争 简喜相传 望风走意 以转力之难 不能救急 遂作复急之书 盖进草书事业 也就是在秦朝 各个诸侯之间呢 他们交兵 由于要传送战书 非常的紧急 做转书或者做历书 太难了 所以就做了一个 能够快速书写 比较潦草的草书 那张怀冠认为呢 这种说法 站不住脚 因为呢 草书在创立之初 它能够擅长 它的书者非常少 并且呢 这种书体呢 它创造的目的 就是因为它要简略 那么既然是简略 既然是快速 仓皇的书写 那各种 传递消息的兵士 他们这种学识 相对粗鲁的人 又怎么能够认识呢 所以他认为呢 这种说法 是不对的 草书的首创者呢 应该是 东汉的张伯英 他对草书的赞 说到 草法简略 省繁禄威 一言宣誓 如始应机 停不暇发 电不即飞 争是以末 道遇光辉 名神在想 麒麟有些 思宜漫流 中古误绝 以上呢 就是书段 对于十种书体 它的作者 来源的一个考证 里面呢 引用了大量的 唐以前的资料 能够看出 张怀冠对于 书体原流的考证 还是非常的 详细和严谨的 我们今天的讲座呢 由于时间关系 就到这里 那么从下期开始呢 我们就讲 张怀冠书段的 中和夏篇 在那两篇里呢 张怀冠就开始 列举了各种书体 神品 妙品 能品 擅长的书家 欢迎大家 下期继续关注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